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错了 错了 什么错了 怎么办呀 咱们连夜赶回去 把我们家小姐换回来 咱们向北走了一天 咱们向南走了一天 这一南一北加起来 是两天的路途啊 怎么追呀 咱们飞呀 回去 回扬州去 不能不能 千万不能回扬州 这花轿反正是上错了 不如将错就错 你的意思是 让我冒充冰宴界 公子 你别死啊 公子 你吓死我了 你别哭了 你吓死我了 对不起 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柴弱公子 如假包换 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 可是 我是冒牌的杜冰宴 你这怎么只有一张床呢 这洞房内怎会放两张床塌 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 那怎么行 我堂堂一个金国女英雄 怎么能让冰洋子睡榻上呢 若是我齐天磊趁人之危 你想怎样罚我揭口 那我就废了你 你要废了我 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 怎会是如此作伴 梅香呢 张媚婆呢 她们已经回去了 怎么就回去了呢 夫人真会说笑 花叫到了 她们自然就回了 必须马上告诉原部去 我不是旅游湖 将军 祭 梯 鲜花 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 四个字念错了一半 冰宴啊 你就画那朵白凤明珠吧 当贵阁小姐可太难 这圆瞪眼 口莫扬 煞事猖狂 皮幼春秋 陆内黑黄 铁甲强傲 爪横芒 终不免 包其折爪 半葱姜 好 有几分英雄气概 就是怎么 草莽气重了点 现在的身份 是从小饱读师叔 温柔闲静的杜小姐 我都好久没练功夫了 手脚痒痒 手脚再痒也不行 丫鬟不像是丫鬟 小姐不像是小姐 你来咱们祈福呢 也有端日子 我们也理所应当 派人去扬州一趟 一来也是报平安 二来也是向岳父岳母 表达一些敬礼 不过我着实不知道 岳父岳母姓甚名谁 小姐 你呢 就写老爷杜之祥 什么祥 杜之阳 这三个字写错两个 竟然敢冒充杜老爷的人 混进其谱 我是杜家的 杜小姐她不是杜家的 我得尽快见到原将军 把错台花交的事情告诉他 让他把我送回杨州 夫人 大总管 大总管 夫人不见了 叫什么名字 出城干什么去 我出城买些药 买药 请问 这儿去边城该怎么走啊 你去边城看望兄长 我去军营救死父上 我就收你为徒 你以医者的身份进入军营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你呢 让我去见见袁大将军 最近 你就别见他了吧 他府上出了点事 他 在杨州娶了个媳妇 但是那个女人 好像耐不住寂寞 还没跟我大哥见着面呢 就已经从将军府逃跑了 少奶奶 我劝你还是别管此事的好 这事本少奶奶管定 听少奶奶的话 没错